今天有點不舒服 有人負責用心口推我上山 大潭水堂可以有不同的出發點開始 分別是黃麗聰、側魚聰和太鼓 在太鼓站出來之後去B出口 上去B出口之後左轉會經過太鼓小學 我們沿途一直走 左邊經過完七十一之後 看到路牌寫著韋奕迅經第二段 我們就會轉左進入基里路 一直向上走就會看到色彩繽紛的佛教中華康山學校 這時候就要過對面馬路進入康帕徑 正式開始我們今天的行山旅程 如果有側魚聰出發 路會舒服一點 但如果太鼓的話就會多一點樓梯走 希望樓梯就只有這一段 是否結束了 大潭郊野公園 我們先看看螺絲 有些人是走外面那裡的 這樣就不用走樓梯嗎 但那裡很濕的 很濕的 咦?以為是藍廁的標誌 是嗎? 走了十分鐘之後 去到第一個廁所位 就會看到大風咬這個牌 廁所好像舊時的茅房 雖然我很急 但我沒有去到的 好 這裡是一個神魂的原地 就有點棄材 還有一停 不需要休息的話 就可以繼續向前行 左邊的路向上 是想 三叉洞 還是二字來的 可能三二洞 突顯了自己不懂中文了 這裡有個牌 我們會跟著拍假山道的牌 繼續向前行 快點 嘩 這麼快 這裡休息的地方也挺多 咦 為什麼大家都是由斜路上的 好 大方雅方向 沒有人走這條的 你們剛才在哪裡進去嗎 這裡上去 我們為什麼爬下去 走 難道這裡是直走上去 當日我們一早上有少少東西做 做完才開始走上去 其實都正午的時份 又沒什麼風 一直上樓梯 其實都很悶 來到歷史的位置 他是戰士的太古水塘山坑公共飯堂 他在1938年10月廣州淪陷的時候 因為有大量難民湧入 香港的糧食需求急增 簡單來說就是不夠米提供給市民吃 當時因為吃米還沒拿到補貼 公平要米基金特委會提供低過市價的食米 鼓勵市民進食做米補充營養 以及推動設立這些公共飯堂 而助貧府 這個電池爐組 提供每天兩餐給住在鄰邊屋的人 大約過了半年之後 因為港督知道沒辦法逆轉這個戰果 所以宣佈投降 公共飯堂都從此停止運作 右邊有泊甲山道的牌 我們就沿著泊甲山道走 走走走我們以圍繞了一個圈 回到戰士路做 剛才那個牌有三個的 我拍片 我們是沒有當室路的 所以沿著泊甲山道 是會去到第二個戰士路做 這個架是 側一字 撐壓腿 然後這裡又寫了你壓腿的高度 你要不要試一下 試一下1.3米 挑戰1米 是不是要下去的 不知道 還是要這樣 真的這樣 好像都溫水一點 1.3米 嘩 這個好像容易一點 然後腳扭回來 我們由側一字 撐壓腿這條路 繼續向前走 金督前馬勁 嘩 這裡很熟悉 如果從側魚蔥那邊上來 就會在這條路上走 接著 之後就會去到第二個廁所 這個是觀景台 如果要休息 還有去洗手間 或者針水 就好在這裏做 因為之後的路 是很漫長 由於是正午的關係 你也看到 我們完全這條 看似平平的斜路 一直上去 其實都沒有遮陰的位 走到這個 一個禦龍自然護理署的 側魚蔥管理站 我就以為很快走完 於是就在這裏拍照 先休息一會 這個31度的天氣 對我來說 也有少少困難 我就坐在這裏 吃了一包Energy Jam 之後已經熱到 沒有再拍片 我們就快點去到這個輕鬆位 上車的路 終於都完了 就看到這條柱 寫著廣島徑往大桃水塘方向 當時真的開收到叫了出來 嗨 過了在這個正午上山的時候 我們終於可以向大桃方向這裏 還好幸好沒有太陽 今天1點多的太陽 又會這麼快就 不見了 這樣也挺好 另一個休息的地方 不過繼續下車就不用怎麼休息 走到分岔路 我們就繼續向右邊 寫著往大潭水塘方向走 走了15分鐘左右 終於到了這個大潭上水塘水吧 先停留在這裏放山的魚 放東西去餵魚 放東西去餵魚 放衣服去游水 放狗進去游水 欣賞完這麼美的風景之後 拍照後 我們沿路就會向大潭道的方向 開始離開 中途都會經過大潭的附水塘 有魚 很大條的鯉魚 下山的路其實沒什麼特別的 就沿著大潭道一直下車 來到這裏 本次行山鐘了 用了大約兩小時 來到這裏有小巴16X 是可以搭去赤柱市站 又或者是柴灣地鐵站 另外還有一間新巴的14號線 也是搭去柴灣方向去嘉興灣 又或者是赤柱炮台 看完這條影片 記得給我一個讚好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山再見 拜拜 我們下山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